随着中国继续否认有关东都决散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 另一份报道证实北京正在从该地区的教育机构中取消维吾尔语教育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当地官员报道说 尽管中国法律保障受受民族的双语教育权利 但位于东都决散的柯平县不再向学生提供维吾尔语教育 柯平县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本周来自柯平县一维吾尔族人的录音发送给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服务处 证实了维吾尔语教育的取消 新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舒逸日前在推特上表示 中国有迪丽热巴这样炙手可热的维族女明星可以证明东都决散没有种族灭绝 她的这番言论引起了推特用户的冷嘲热讽 叶刘舒逸在推特中写道 美国指责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 可是迪丽热巴是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她也并非新疆唯一的成功故事何来种族屠杀 她的这条推文在发布后立即遭到了冷嘲热讽 在评论区有用户建议叶刘舒逸在发推前最好咨询一下自己的公关经历 以免让中国难堪 而有更多的用户则是指出叶刘舒逸犯下了一个逻辑性错误 一个维族女明星走红并不能说明整个维族并没有遭到打压 一名用户说南京大屠杀过后仍然有人活了下来 难道就能说何来大屠杀 还有人则以纳粹德国为猎 指出当时德国依然有少量具有犹太血统的上层人士 但这并不能否认屠杀犹太人的事实 美国媒体报道 在疫情爆发初期 中国公司华夫基因曾提出在美国建立检测实验室 美国情报官员警告这可能是为了收集美国公民DNA资料 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情报部门主管伊凡尼娜警告 各州不应接受这项提议 伊凡尼娜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上表示 外国势力可以从官兵测试中收集 储存和利用生物识别资讯 伊凡尼娜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华夫基因这样的公司来收集生物数据 她认为随着世界开始更加关注此类资产 秘密收集这些生物数据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海警法授权海警在中国管辖海域处理外国船只时动用武力 日本政府担忧 钓鱼岛海域紧张升高 并向中国政府表达担忧 中央社援引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中国的海警法2月1日起生效 日本担忧在钓鱼岛周边 紧备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以及再次海域捕捞的日本渔船可能成为中国动物的对象 日本正积极加强海上保安厅的能力 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周一表示 该党主席和另外几名高层人士在周一早间的突袭行动中被扣押 在此之前的几天 缅甸民选政府和握有实权的军方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引发可能发生政变的担忧 根据缅甸一家军方拔驰的电视台的声明 缅甸军方之所以拘捕多名执政党领导人 是由于军方认为去年年底大选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情况 缅甸军方表示该国政权将移交给军方领导人 而军方也宣布立即实施为近一年的紧急状态